小和说他以前是单眼皮 鼻子也有一点塌 去年一月经朋友介绍 来到杭州爱度医美 做了眼综合和鼻综合手术 手术价格是6万块钱 鼻子整形的效果小和觉得还可以 之前也没有发生什么异常 可前几天 鼻子里突然有液体流了出来 流鼻涕一样 然后拿纸巾一擦 因为有点泛黄的液体 然后我看了一下 好像就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有点突出来了 然后我去医院看过 医院看过 他说你这个好像是龙鼻 那个甲体有点露出来了 现在小和的鼻孔里能看到一个洞 他说医生告诉他 周围已经有点发炎了 需要及时治疗 因为我去好几家医院咨询过 那都说你这个已经发炎了 因为甲体外露了 如果时间久了的话会感染整个鼻腔 整个鼻腔都要感染的 他说你这个必须要拿出来 甲体要拿出来的 拿出来修复之后才能重新做 他直接缝合的话不行的 会引起后期感染的 然后他这边的话 他说你这小事没事的 就缝合一下就好了 对于艾渡医美提出的处理方案 小和不能接受 想去其他医院做嘛 就是我自己自己看好医院嘛 让他跟医院就是跟跟那边的医院谈一下 那个 对 这个我们没法能够达成 在我们医院是可以的 可以给他修复的 但是具体的你的外露的原因 我们还就是说 没有去 去找到原因 但是因为我们手术的原因 还是你自身那个 就是在这个术后过程中碰到的一些原因 没法去保证 胡经理说医院愿意给小和进行免费修复 已经是做出了让步 当时跟我们医院有贷款存在 那现在贷款没有 那个贷款公司没有把钱给到我们 我们医院是亏本在 给你做这个手术的 做这个项目的 是不是 那么还要 现在还要我们去出钱 去给你找到外院给你做手术 做修复 那么这个是不现实的 这个钱是贷款公司没有给你们 还是客户没有给你们 客户没有还给贷款公司 所以贷款公司也就没有给我们 你带了多少钱 带了六万 比起好像是还五千多 那为什么后续没有给他还上 后续因为工作的原因 所以 工作的原因 对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是我跟贷款公司的事 这个我会 我会全部还上的 但是现在目前要处理的是 由于鼻子上的这个问题 不是说贷款的这个事 因为既然贷款公司跟他们医院合作 那肯定是他们医院 也不会说 也不会说没收到 没收到这个款 然后给我做手术 是吧 我们本的人怀主义 对不对 给你 进行来我们医院 这次的修复 我们是可以给予的 胡经理最后表示 可以让院长给小和看看 再拿出一份修复方案 188航经验记者报道